《音乐大来宾》 《音乐大来宾》 不仅会保持它的黑 还要继续来发展它的红 今天通过我们的音乐大来宾呢 就来见识一下 它的一种傻瓜的力量 到底有多大 共同让我们来反转起来 尤其我们做客 今天音乐大来宾的嘉宾 于天掌声欢迎一下 大家好 我是于田 大家好 我是于田 复读机的感觉 OK 当然今天呢 我们的于田做客 我们的音乐大来宾呢 不是空手来的 而且呢 是带了自己的全新的EP专辑 你来我们的音乐大来宾 应该是第一次吗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当然你也是 我们应该是2013快乐男生兄弟当中 第二位来到音乐大来宾做客的 真的啊 第一位你知道是谁吗 谁啊 你猜猜吧 花生女 对啊 对啊 对 花花是第一个来的 然后呢 他有没有跟你分享 来我们节目做客的一些感受 没有 没有 完全没有 对 我们是个很人性的一个节目 真的吗 对 完全会帮你好好的来打歌 真的 我觉得这样一听 就不怎么人性 我就先理后兵一下 来 先介绍一下那小炭包吧 为什么要叫小炭包那么可爱的名字 我就是我的粉丝给他请 对 因为可能我姐姐的女儿叫小奶包 然后他们就想说我的第一个孩子嘛 然后就说也就叫小炭包 对对对 因为我黑 然后就以炭来取名字 你现在已经接受你黑的这个事实了是吧 我这已经没有办法反驳了 有一种力量叫傻瓜 对 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而且是你自己写的歌 对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启华老师听了我的歌以后觉得他很叛逆 然后他跟别人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我们的封面也是 诶 这样的 是翻转看世界 对 然后 你看我们的水现在都在翻转当中 对 然后它是翻转看世界的样子 所以就是说这张唱片他觉得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傻瓜精神 就是说我们不畏惧别人的一些看法 然后坚持做自己的一种傻瓜态度 傻瓜精神 对 那当然我也知道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有一首歌 你也拉来了好兄弟 对 小白白举刚来为你献生 我真的太感情了 因为那天他是去看秀珠老师了 对 然后 我说你来探我的班吗 他说我不去 他说我说秀珠老师来 我一定去 然后 你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主要是秀珠老师他想看一看 对 然后那天正好赶上这首歌 然后秀珠老师就说缺他一个那个 就怎么说他唱过龙泉嘛 然后就让他说你就按照龙泉的方式来唱 然后实际上是我们两个合唱 但是我的声音完全被压过去了 对 是不是有点后悔找他的 不会 就完全是要他的那个声音 完全要他的那个声音 对 刚才也说了体现一种傻瓜精神 你觉得你身上具备哪些傻瓜精神 我觉得就是执着吧 执着 对 比如说像三万这首歌 一开始大家听到Demo觉得很高 然后很难唱 然后我就不停地去游说每一个人 我这是一个好作品 咱不能丢了 说唱功我可以练 但是呢 作品没了他就没了 对 所以正是你这份坚持才能让我们在一张EP当中听到这首歌 对 确实不断地去提升一下自己 让这种傻瓜精神一直坚持下去 提到这种精神 除了你身上自己有 你觉得你身边的小伙伴和好兄弟谁还有这种精神 我觉得我小伙伴跟我比起来都不当聪明 具体到人吧 我就把这个仇恨彻底的拉一下来 具体到人啊 白举刚 他会经常 找我们吃饭 嗯 都给传好了 然后人都定好了 嗯 然后他说哦 我有事去不了了 那这顿饭呢还会吃吗 还是就 一般情况下吃不了了 就吃不了了 对对对 嗯 他脑子就是记不住太多事了 花花身上有吗 他啊 我想一下 哇 电视上一看就知道不怎么聪明 我明白了 看起来你这首歌不仅献给你自己 还献给了很多人 就小伙伴 小伙伴 对 刚才你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专辑的封面 哈 我们把这个封面的放大一点 通过我们身后的大鱼某来看一下哈 哇 有一种力量叫傻瓜 于天的全新的EP 哎这样封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大头朝下这样的 甚至你拍的时候是正着拍的 还是怎么样 呃 翻转看世界 就是说 我们的世界 就是看到的跟别人不一样 嗯 对对对 在你的眼中是跟 嗯 哎 对 在你的眼中可能看我是 可能是怎么样 对 是道德的 但是实际上我的眼中的世界就是跟你们不一样 嗯 不要质疑我 然后我只是在坚持这些 对 用不同的视角 去看世界 不同的视角来看一下自己的世界 看一下外面周遭的环境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对对对 你真的不打算讲一下拍摄的过程了吗 拍摄的过程吗 嗯 就是你看那肌肉都是真的 哈哈 哦 我有一个拍摄的过程一定要说一下 嗯 特别心酸 因为当时呃要拍这个 然后他们要化妆师要给我抹那个油 嗯 然后说要感觉亮一点 然后不知道他们从哪弄来的 是别人炒过菜的油 身上都是葱花味 怎么会这样呢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想害我 真的是 可能他们饿了 哈哈哈 真的是 很多朋友都说 看了你这个封面多年的颈椎病都治好了 哦 对 我看他们会把这个故意倒过来 然后再去看 然后 但我自己看我正过来的那个表情 我好争议 哈哈哈 只能倒着看是吧 我自己是看不下去 哈哈哈 其实我们觉得在你身上应该也有很多反转的因素在里面 你看我举几个举几个例子吧 好吧 然后呢大家都会觉得你的外表和年龄就是一个很大的反转 哈哈哈 你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应该不止一次了吧 已经是太多 太多次了 现在已经慢慢适应了 已经 已经 我自己都会提前这么说了 嗯 然后每一次跟别人说 先聊天 然后聊着聊着说 哎 你多多大 我说93年 嗯 有那么大的反应吗 不至于 真的 你觉得这样的反转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嗯 我我初中打车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说你下班了 我觉得至少他不会把我当小孩骗我 对 对 不会带你去绕道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有好处 有好处 从小可能就不会挨骗 嗯 好 我们这个长得成熟也是有好处的啊 其实可能再过20年 你们大家喜欢的余天 还会是这个样子 保持这样一个年轻的外表 一定会这样对不对 我们这个事实证明 生活当中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 啊 那另外的一个反转 就是说你 舞台的表现力 和你的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反转 我我其实现在的 会更喜欢一些就是 不是 等会啊 我想想 没事没事 慢慢捋 其实我一直在台下的话 或者比如说像打篮球啊 打乒乓球啊 实际上 我还挺喜欢那种激烈性的运动 嗯 所以在台上的时候 只不过那阵比赛的时候 身体真的不好 真的想睡觉 嗯 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哦 真的平时不说话 然后上台的跟个疯子一样 嗯 就是但是我平时还是比较喜欢那种激烈性的运动 然后所以才能 呃 在底下 激烈性的运动 然后在台上才会 迸发出来 好 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反转挑战啊 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已经为你准备了我们的游戏道具 一盘黑色的瓜子啊 强调一下黑色 对在这边 然后呢 这边是一个空的一个盒子 我们要进行一个反转魅力的一个挑战大赛啊 进行快数快达这样的游戏 快数快达 对我这边呢为你准备了16道的问题 就我喊开始之后呢 你就要把这个盘子的瓜子数到那边 然后这个具体有多少 我不告诉你现在 好 在你数瓜子的过程当中呢 你要回答我的问题 然后要最后呢 要把这盘瓜子的有多少个要告诉我 好 正确的 好吗 好的 Lady go 第一道问题准备 开始 姓名 哦 于田 年龄 21 身高 1米83 几冠 河北 显示一下最具傻瓜精神的招牌表情 来看一下我们的镜头 OK 如果五月天从你面前经过给你一个提问的机会 你会问他们什么 数到第几个了 第十个 问问题快点 要数 要数不能停 问问题 快 我觉得刚才就是那种激动的说不出话 我已经回答了 激动的说不出话 这也算哈 OK 那一口气爆出专辑当中五首歌名 五首啊 来第一首 白日梦 第二首 白日梦 第二首 有一种力量叫傻瓜 第三首 三万 第四首 第五首 只怕糊涂 好 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数瓜子 数到多少个了 19吧 好 现在我来问一下啊 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睡衣 不穿 好 参加化妆舞会会打扮成什么样子 鬼 好 收到过印象最深刻的 礼物是什么 十字绣 缓缓和花花同时掉到水里你先会救谁 都不救 都不救 到底什么时候才肯秀出自己的肌肉 练好的时候 练好的时候 练好的时候啊 好 我们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好 距离现在为止前一个吃过的食物是什么 水 食物 水不钻 豆腐 豆腐 吃个豆腐 OK 那如果睡到一半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在蹦击 你会说什么 啊 啊 OK 如果遇见喜欢的人最想到的浪漫的告白方式是什么 发短信 好 现在还记得多少个吗 55吧 55 好的 觉得自己什么时候最可爱 啊 什么时候最可爱 最可爱 对 数瓜子的时候 数瓜子的时候 好 跟女士对视 最后一道问题啊 跟女士对视 和养一只壁虎做宠物 你会选择哪一个 和女生对视 你和女生对视 看来是害怕宠物的 16大问题已经完成了 看看我们最后一共是多少个瓜子 来这边都数完 都数完 多少个 91 91个 好 110颗瓜子 不可能 不可能 我不可能少数20个吧 就是110个 好 算了吧 对 应该是不管怎么玩都会输 对不对 但是不会 我们这个确实有标准答案 其实我们特别为你准备了110颗瓜子 其实有个寓意的 生日 你们都知道对不对 1月10号就是我们一天生日 所以说准备了110颗瓜子 当中呢其实有几道问题 你的答案还是蛮有意思的 你睡觉真的不穿衣服吗 不不不 我是不穿睡衣 不穿睡衣 但是还是要穿一些衣服的 特别是冬天 不穿衣服会很冷 对对对 还要盖背 所以 OK 最浪漫的告白方式就是来发短信 太平常了吧 那怎么办 这样面对面的告白 面对面 对 那就面对面 那你就面对面告白一下吧 要不要 你们要不要宇天跟你告白一下 来 你就当他们是你的女朋友 太多了 太多了 那就选一个嘛 不 他们可嫌弃我了 我 我应该告白完 他们直接扭头出去了 对 逃不掉了真的 哦 我已经感受到这个节目的不善了 哈哈哈 大家好 我 你跟女朋友那么客气啊 哈哈哈 大家好 哎 女朋友 女朋友 哎 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学 我 我还是我 我还是选择仰臂虎吧 哈哈哈 哈哈哈 提到反转呢 其实我觉得 呃你的歌迷也有很多反转的能力 啊对 对 大部分是都非常非常的爱你 但是可能有一 不不不 啊小部分 哈哈哈 啊 啊你已经事先反转好了是吗 哈哈哈一小部分是很爱你的 对 绝大部分是抱这种反转的精神 对 要黑你一下的 对啊就是俗称我们就这么说 后妈后妈饭是吗 今天有后妈饭来到现场吗 我你跟啊都是 哈哈哈 用特别的方式喜欢你的一些歌迷 给你的一些留言 啊 啊 葡萄吃完了 发现盘里呢有一只蜗牛 你在哪里买的葡萄啊真的 昨夜在我冰箱里借宿了一宿 捧你半个小时看着你慢慢苏醒过来 你短暂的冬眠结束了 背着自己的家继续走吧 歌迷的留言 你居然没吓到跳起来 你长大了甜甜啊 幸好发现的是一只不是半只 就还给蜗牛磨皮啊 业界良心 于田 群里小伙伴说你冰箱不致冷 快换一台吧 哈哈哈 确实是买葡萄里面有蜗牛啊 真的啊 真的啊对 哇天这个葡萄这个蜗牛很顽强 在你的冰箱里 也可能他是你的歌迷啊 哈哈哈 OK 来看一下第二张 感谢所有为这张唱片幕后默默付出的人 今天终于见面了 暖暖寒星啊还是个加V的哈 已经这么黑了就不要弄成黑白的了 要不是光着膀子谁看得见你啊 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我是于田这位朋友呢 就甜甜 你这身高看起来只有1米5耶 哥 你永远是星空中最亮的星 还是大猩猩的星啊 你这些你都有看过吗 他们的留言 我当然都看 然后你什么心情看完之后 是高兴还是有点难过 想抓出来打 哈哈哈 不会在现场吧有的 都在现场 抓出来打可能是个开个玩笑 开玩笑 嗯 借助我们的镜头哈 我觉得你有必要像这些 用特别方式喜欢你的这些粉丝们 有没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 嗯 一起加油 护黑下去 哈哈哈 你甘心吗 就是这样大家会说你皮肤 肤色黑 然后呢可能颜值比较的大一点哈 然后呢还会 你看还有形容你星星啊什么的这样的 其实明明就是一个93年的 小鲜肉吗 我觉得还好啊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这样都是以开玩笑的方式 其实很善意啊 嗯 然后我觉得呃 然后我看了也会特别开心 只要这已经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了 嗯 就何必要去对吧 就慢慢的接受就好了 对 大家开心就好了 对对对 我觉得互相 尤其我也在现场会调侃他们嘛 嗯 对然后我觉得就相互 我觉得也是一种很特别的相处方式 我觉得没必要去刻意 嗯 但是就就像前两天录节目 然后有人突然说 于天你好帅 我哦 反而不接受了是吗 天啊 就是反而会会觉得吃惊 对 对 那你们以后一定要多夸一下我们于天帅 确实非常的帅对不对 嗯 其实刚才看了你的微博我们就选了三个嘛 自拍好像很少 嗯对 很少自拍 对 拍张照片还显得都很成熟的 你看你其他的小伙伴 像小白啊 像鱼蒙龙啊 包括 宁环宇 对宁环宇 对包括小强 都很多自拍 而且人家拍的都很显小的一种啊 你是你是担心是拍不好 还是说容易你自己把你自己拍老之类的 不会我觉得这是跟我粉丝的一种互动方式 嗯 因为他们想看自拍 对 我就不给看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怪不得他们黑你呢 没有没有 其实是因为我真的是 不会 就拿拿起相机我会 怎么看怎么怪 嗯 然后然后经常会 然后如果有其他人在场 你拿着你拍 然后我在后面躲一下 对 然后凑个镜头 不会拍是吧 真的不会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我们就把这个要求提给你 对 能不能现场就发一个你的自拍照 现场发 现场更新微博怎么样 现场更新微博 来有我们工作人员来把我们的 于天的手机送上来好不好 我装兜里 你 他们提前跟我说了 哈哈 这样你就在相测当中吧 其实我知道你应该拍的很多 拍的很多只是不发而已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真的不怎么拍 不怎么拍 那现在手机相册里有吗 手机相册 刚才在后台拍了 拍了一些啊 那你现在就发出去吧 现在发吗 现在发出去吧 好 别闹 哈哈哈哈 你看他们都要现场拍 啊 啊 那现场拍呗 啊 你看一下 怎么有人遮着脸呢 对啊 来 赶快 把脸露出来 把脸露出来 哎 哎 这个姿势很难很 哎呦 我说话 主要是你的脸在就好了 他们都会比我关心 好了好了 我已经很尽力了 我先加个滤镜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别着急别着急 你们是不是已经 想好了 都说什么话了 哎 主要是什么 他不 他不读我的相片呢 稍等啊 嗯 不要着急 好 不着急 最期待的就是这个环节了 于天你平常对电子的一些东西的话 是属于比较精通的还是比较的 不太不太不太熟 我很少研究这些东西 很少研究 对 你还用那么高端的手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开玩笑 哎 怎么还不对 你是放到相处里了吗 对啊 然后现在微博 为什么不读它呢 这相片出过来啊 好奇怪啊 哦 哦 你要点多少张 就后台都发一下吧 嗯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会 嗯 四十五 四十五 五十一 今天第一次相片这么多了 天 哈哈 好那这样我们先把这个 先发出去 然后我们再聊 一会我们来看一下评论 好 大家的评论 可以 没问题 你挑选一些评论 可以挑好的 我喜欢看着它完成 哈哈哈 才放心是吗 好的 就是看着它一点点到百分之百 对 那就彻底是发出去了 八十三 嗯 八十九 哎 九十四 九十四 九十四了 九九 OK 已经上去了 好现在呢我们的微博 刚才呢 余天的自拍和大家的合照呢 已经发到我们的微博上了 我相信此时此刻应该会有很多很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张微博 终于发自拍了哈 你们也等了很久 对不对 对吗 哎 你们都不理我了 都在看手机 那接下来呢 马上进入到我们后面的一个游戏环节 游戏的名字叫做终极反准 哇 来到了我们的游戏环节 叫做反准复印机 稍后呢我身后的大屏幕呢为我们的余天准备了六张照片 这六张照片呢的主人公你应该都非常的熟悉哈 当然这六张照片呢我们是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呈现在你的面前 你呢要用五秒钟的时间把我们这一张照片复印下来 也就是复印到你的身上 你来模仿一下照片当中的表情啊动作啊 好啊 好我们的反转复印机第一张照片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对你是正着的 你是正着的 你是正着的 好那你 不是这样吗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错 反了 这镜面原理 对 所以说你要把你的反转世界当中 要把它还原到现实世界当中 所以说你应该是身子冲那边 这我就算输了 这就算输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张反转的照片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是右手啊 来 完全正确 确实有一点进步了啊 第三张 第三张 五 四 三 二 一 好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好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 哇哦厉害厉害厉害 好手 包括表情 五 四 三 二 一 哦 哦 哦 腿 腿错了哈 好 差一点差一点哈也不错哈 手是正确的 来最后一张需要反转的 来先不告诉你这个话筒架是怎么用的哈 好吧来吧 准备 第六张 开始 天呐 五 四 三 二 一 好开始看一下 对吗 不对吗 不对 脚还是左 来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于天 这边很不错 因为五秒钟要尝背出来这些小伙伴的动作还是蛮难的 对对对主要是那个腿 主要是腿 而且主要是花花的腿 很调皮 对吧 以后跟他说唱歌的时候少摆这样的姿势哈 方便你玩游戏 好的那我们的反转复印机这个游戏呢已经玩完了 接下来呢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刚才于天发的那一张自拍照 到底在我们的微博上掀起了怎样的一道狂风暴雨呢 好我们接下来呢就让于天来看一下你的微博 衣服好漂亮真的 他不在乎人呢 看到了好多小伙伴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 你看两个好的一个是说衣服的一个是说小伙伴的 这有一个自拍好评 哦还有一个手机用完就还给主持人吧 哎不错哎录个节目还能收一个大手机 说我来参加《非诚勿扰》了 这脸大到没朋友 幸亏今天光不错不会说被黑 还真的都是好 看到还是很多都是喜欢这张照片的 就最近他们良心发现了 平时可能黑的太好了 然后今天可能对我好一点 好不容易自拍 对好好哄一下 对如果他们说的太狠 可能再也见不着自拍 最后呢还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张专辑来通过我们的镜头 当然呢介绍这个专辑呢 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吧 好不好搞怪一点的 我也知道我跟于田应该是老乡 我们都是天津人哈 我们就用天津话给大家说说介绍一下这样专辑好吗 来准备开始吧 来 主板这么一打呀 别的咱不快 咱快一快 哎 傻瓜力量大 哦 可以吗 天津快板 我偷一会看他天津快板打个的 哎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傻瓜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我相信通过我们于田的这张全新的专辑 我们就能够体验到了 我们在这里也祝我们的于田新专辑大麦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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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次感谢我们的于田做客 我们本期的音乐大来宾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支持于田加油 拜拜 拜拜 大声跳 不要听谁说话 就是长不大 别用复杂的方 说我是傻瓜 不要听谁说话 不要听谁说话 不要 就是长不大 不要 别用复杂的方 说我是傻瓜 大声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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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